记者蔡张胜竹市报道,新竹市政府经举行校园征才博览会启动记者会和清华交通、原培、玄奘和中华等五所大学合作,3月10日且接力举行校园征才博览会预计有超过560家厂商征才提供于3万个就业机会。 市长林志坚表示,持续协助青年实践梦想,打造完善就业环境,让城市生生不息,蓬勃发展。 林志坚表示,新竹市是座年轻的城市,平均年龄仅38岁,有五所大学所落于此,更被全球知名杂志QS评比为最佳大学城之一。 台湾仅有台北市和新竹市入榜,产业人才丰沛,而市府整合校园征才活动,不仅提供毕业生多元就业机会,也协助企业找到人才,造就安居乐业的幸福城市。 林志坚说上任后为青年找到创业舞台,市府与清华大学及工研院合作,成立创新产业加速中心,在东门市场设立东门青年基地,协助青年竹梦,圆梦更将中游游库转新为竹科X科技郎带,提供完善的就业环境。 他也分享到基地参访时,青年的创意让他惊艳。 林志坚表示,未来市府将持续寻求内外部资源整合,让青年学子不仅能在此求学,恋爱,更能在新竹市成家立业,让城市生生不息,蓬勃发展。 他也感谢各大学为青年学子的职业铺路及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的支持鞋。 住市府将持续打造友善创业环境,创造幸福宜居的城市。 劳工处长黄景元表示,新竹市不只充满创业机会,更积极为劳工打造良好就业环境。 市府今年在促进青年就业工作方面举办超过50场吃牙讲座,职场体验或企业参访等活动,协助青年顺利踏入职场。 五所大学就业博览会将在3月10日于首站交通大学开跑,其后清华、元培、玄奘和中华大学分别于3月17日、3月29日、4月24日及5月2日接力举行。 欢迎全国的英界毕业生及求职人踊跃参加。